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阿帕奇康ASIA的顶级项目新创企业援助论坛 那我们知道呢 在开源日益兴起的时代啊 围绕着阿帕奇项目打造的产品和商业化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以阿帕奇顶级项目为内核 诞生的这种新创企业 也获得了投资界的较多的青睐 比如开源微服务API网关 阿帕奇API6的商业化公司支流科技 以阿帕奇Shanin Sphere为即时的Sphere EX 以阿帕奇Dolphin Scheduler为底座的白金开源 围绕着实际数据库 阿帕奇LTTB打造的Timecode天眸科技 这些企业呢 基本都获得了输千万 甚至更高的人民币的融资 那并且在不断的去继续投入着开源社区 我们可以看到啊 开源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免费 但是商业化公司呢 给大家第一印象则是封闭 阿帕奇的形象呢 可能是一个追逐 追逐技术 不计个人利益的一个形象 但是商业化的运作这几个字呢 则更容易被大家认为是在去追逐利益 那么我们说阿帕奇的一个顶级项目 会对商业化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掣肘呢 开源和商业化这两件事情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那针对这样一个主题啊 我们本次邀请到了深圳智能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和CEO温明 Sphere EX的创始人兼CEO张亮 白金开源的联合创始人 以及阿帕奇Dolphin Skydler PMC Chair戴立东 阿帕奇IoTTV的PMC乔嘉林 来对顶级项目的新创企业 来对顶级项目的新创企业这类公司 从不同的视角提出相关的看法 那我是阿帕奇IoTTV PMC Chair 阿帕奇Member黄向东 来作为本次圆桌讨论的主持人 那下面我先依次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参会的这个嘉宾 那我们第一个介绍的是温明 温明可以打招呼啊 温明是深圳智能科技联合创始人和CEO 开源微服务网API网关 阿帕奇API6的PMC 也是OpenResty软件经营会创始人和第一主席 360开源委员会的发起人 即刻时间OpenResty从入门到实战 的专栏作者 那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张亮 是沙利斯菲 大家好 向母和CFLEX创始人兼CEO 他也是数据库领域的知名实践者 拥有超过十年的数据库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热爱开源 擅长分布式架构 推崇优雅代码 曾在多个大型互联网集团公司任职架构师 数据库团队的负责人 也是阿帕奇Member 微软的MVP 阿里云的MVP 腾讯云的TVP 华为云的MVP 阿帕奇Samsphere创始人和PMSChair等等 一系列的头衔 出版了书籍 未来架构 从服务化到云元生 并且在像ICDE这数据库顶级会议上 发表了论文 阿帕奇Samsphere的相关的技术论文 那我们第三位的这个嘉宾呢 是戴立东 立东呢 是白晶开源的联合创始人 阿帕奇Dolphin Scaler的PMSChair 阿帕奇Member 阿帕奇C2的PPMC 阿帕奇复化器的导师 阿帕奇Kong Ishare的Big Data Track的这个联合主席 组织过过万人的这种大数据基础社区 也是2021年中国开源先锋的33人 他专注于数据领域 研发这种数据平台架构十多年 擅长于数据平台建设 数据胡仓的建设 那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呢 是来自于阿帕奇IoTDB 基金会 来自于阿帕奇IoTDB项目PMC 以及核心谋号研发者乔嘉林 他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2016级的博士 现在也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助理研究员 那我要这工业物料网数据管理技术呢 做了很多的相关工作 也获得了北京市K进步一等奖 他的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公众号 叫铁头桥 也是铁头桥的作者 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开源 和实际数据库相关技术的一些步道 首先欢迎各位来给大家去呈现出来 这样一个希望会是一个精彩分成的一个讨论 那我给各位嘉宾介绍完之后 咱们就正式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圆桌的讨论中 首先我想还是因为虽然给各位做了介绍 但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观众们 可能对有些可能对项目 对各位的项目已经久闻大名 有些但是可能也未必对我们的这些初创的公司 会非常的了解 所以希望看各位能每人花个两到三分钟 对咱们依赖依托的或者为基础的这样一个阿帕奇的项目 做一个介绍以及对咱们的公司做一个介绍和定位 那我们就请还是从温明张亮利东和嘉宁开始吧 好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温明 我是APSX的PMC主席 也是支流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和CEO 然后和很多顶级项目不一样的是 APSX是支流科技商业公司创办完之后 把这个项目捐给阿帕奇软定基金会的 所以它和很多的项目可能是在一个大企业或者高校里面附化 然后再捐给基金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从第一天就是商业化和开源是并行在做的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其实还是蛮有一些点可以去聊一聊的 我们现在在商业化上探索也是刚刚开始 不过我们现在的员工是远程工作 然后大家在四五个国家的十七八个城市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社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点也蛮符合像阿帕奇的这样的一些 文化的大家是一个非常多样化分布式的 然后到后来的京东的时代 塞导捐献给阿帕奇基金会 然后塞导自己去创建Sphere EX 它其实应该是经历了四个时代 然后每个时代的Sharing Sphere呈现给大家的感受 应该都不太一样 那么现在的Sharing Sphere它是一个围绕着 叫Database Plus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哲学 去提供一个数据平台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历史中的Sharing Sphere 大家可能都有对它不同的了解 比如说觉得它是一个分谱分表中间键 或者说觉得它是一个分谱分表的Java的框架 然后现在的Sharing Sphere面向的Database Plus 是一个面向连接增强和可插拔的一个数据的平台 那么Sharing Sphere本身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商业化的项目 所以说也就此去创建了Sphere EX的公司 那么今天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适合 那一会儿可以和大家好好聊聊商业的公司和开源项目 到底应该如何去一起共进 好的 我结束了 多谢张哲 李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李东 是Alpha 7 Dolphin Scheduler的PMC Chair 最早其实我们想研发一个调度系统 主要是因为市面上没有特别去能够匹配我们公司业务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能够不仅仅是为工程师用 也为分析师能够用起来 也为科学家能够用起来的这么一个简单易用的一个调度系统 那我们最早其实是在2019年的3月份 把Dolphin Scheduler进行了开源 在19年的8月份正式进入拉帕奇特复发器 在去年的4月9号正式成为拉帕奇特顶级项目 所以这三年其实发展的非常快 Dolphin Scheduler目前已经在包括很多行业 大概有一千多家的各种各行业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就是在生产环境中得到了应用 这个发展还是越来越快的 尤其是在2022年特别是已经在很多的这种传统行业 包括像金融啊 这个一些零售的企业和一些这个叫出海的一些企业里边 也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去年也是出来成立了一家叫白京开源的这一 以Dolphin Scheduler为基石的这么一家开源商业化公司 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的感兴趣 等一会儿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去做开源商业化的一些思考 谢谢大家 好 教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pati LTTB的PMC 乔教练 现在是青蛙大学的助理研究员 那么LTTB这个项目是青蛙大学的一个实验室进行出化出来的 大概从17年左右我们把这个项目进行了开源 然后2018年呢捐给了Apati基金会 并且于2020年成为了一个顶级项目 那么在社区的发展角度 社区的一些出场成员开始成立了一些这个商业化的公司 叫Temco 天摩科技 那这个名字其实是让时间发生的意思 也跟实际数据有比较深的这个渊源 那么这个天摩科技是用来为这个客户提供更专业化的这个服务的 那么LTTB的这个应用领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通常在这个物联网领域 大家通常希望对这个设备或者各种设施进行更全面的监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比如车辆的这个车速 然后发电机的电流啊 桥梁的震动幅度等等进行监控 那么通过这些监控呢 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发现的一些设备部长 并且根据收集上来的这些实际数据进行一个更全面的分析 来对这个业务进行提制增效 那么随着更多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增加 这个采集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LTTB就是来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存储管理的问题 那么社区现在一共有200多位贡献者 然后也在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得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应用 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跟大家讨论这个商业和开源的一个话题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各位啊 先给那个观众朋友们去介绍了一下咱们的项目和咱们的公司 刚才嘉玲提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说 这个Timeco这个词是Time Echo的这样一个联拼啊 意味着让时间来发出回声 那正好我们知道啊 就是阿爸奇的每一个项目 他其实他每一个项目名字都要经过一个Brand的这样一个检索 缺少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相信各位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啊 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那个孕育着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期望在里面啊 所以正好想听一听各位能不能讲一讲 这个我们在不管是项目的起名 还是咱们这个公司在起名字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思考或者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可以还按刚才的顺序啊 或者是如果各位那个想换顺序的话 也可以随时的去说 好吧 要不我这边先说一下 好 对 对 因为我们那个项目是和API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想让大家通过名字就知道 你是一个API相关的项目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名字里面能不能带API 但是呢 发现了很多的组合之后 发现其实都被注册成商标了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话 就是希望先注册商标 然后再把这个项目捐给阿美瑞基金会 所以我们就后面就生造了一个词 因为6感觉在中国是比较顺利的意思 所以就叫API6 对 然后起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你发现在中国美国欧洲 其实都没有这个商标 所以我们都把它给注册掉了 所以我们当从阿爸基 富华基毕业之后 我们又把这个商标从商业公司捐赠给了 那个就是转给了阿爸基人基金会 对 然后后面我们想商业公司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头疼 因为我们看海外的像卡夫卡 他商业公司名叫Comprent 然后我们在想 如果我们起一个名字 之间没太大关系的话 对我们来说 其实品牌上也会有一个损失 大家联系不在一块 所以所以我们就想着 既然是6 那么好像7在海外是一个比较 吉祥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叫API 7 对 这个是大概我们这边的一些 取名上面的一些事吧 嗯 OK 那我这插一句 API 7最后怎么翻译成了支流呢 嗯 这个其实中文名字 在中国总是要起个中文名字嘛 所以我们想着API网关是干嘛的 其实就是管理和处理流量相关的 所以就找了一个和流相关的 这样一个名字 对 OK 好 谢谢我您 那个亮哥 亮哥说不定会有一肚子的 对 是的 其实因为Sharling Shepier 确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项目嘛 所以它的名字 其实故事很多很多 首先呢 如果大家了解Sharling Shepier 应该知道它的项目的名字 一开始叫Sharling GDPC 然后呢 用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做GDPC层的分片 因为我相信Java的程序员 对GDPC应该都不陌生 他就是Java去连接数据库的 那个标准的实线 或者说不是标准实线 是标准的接口 所以说呢 一开始它的名字叫Sharling GDPC 在GDPC层去做分片 所以非常好理解 但是呢 当Sharling GDPC 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它能做了更多 它应该支持一个语言 然后它不能只在Java里边去提供服务 所以说它有一个第二个产品 然后那个产品是以数据库的形态 去提供了服务 最最一开始的版本是提供了一个 MySQL的Protocol 所以说我们把它改名字 就是叫Sharling Proxy 那Sharling GDPC和Sharling Proxy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那两个不同的项目就要有一个名字 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了Sharling Sphere 那Sphere的意思就是生态 或者说叫它本身的意思是一个球 但是其实很多人会把Sphere 愿意把它延伸成为生态的意思 然后所以说后边的词 GDPC Proxy都是这个生态的一部分 就叫Sphere 然后为了表示它是一个原来的项目的延伸 所以说有一个词标变 那这个标变的词就是Sharling 所以说它改名字叫Sharling Sphere 然后Sharling GDPC和Sharling Proxy 都变成了Sharling Sphere的词项目 叫Sharling Sphere GDPC和Sharling Sphere Proxy 然后当我们去创建公司之前 其实Sharling Sphere本身的项目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扩展 它其实支持好多好多新闲的能力 比如说数据库的加密 数据库的高可用 分层事物 这些其实跟分片没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再改名字 其实Sharling Sphere再改名字肯定来不及了 所以说我们干脆就把公司的名字改一下 那公司同样就是它需要和Sharling Sphere 是一个延伸 那就取了一个词就是Sphere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面向生态这样一个公司 因为做开源 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开放的生态 然后后缀为什么叫EX 因为EX实际上是比较开放的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所常见的一些有益的词 其实都是以EX去开头的 比如说Explore就是去拓展 然后Expand就是延伸 然后Expand其实也是可以去延伸 继承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EX后边的空间就留给大家去想象了 所以说公司的名字就叫SuperEX 好 感谢 感谢 这个也很有深度 好 立东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最早的一个项目 其实有关系 像Dolphin Schedule 最早它的中文名叫小海豚 所以海豚它是非常聪明的 然后它的左右脑可以换班 终身不用睡觉 这是我们为什么叫Dolphin 它是叫海豚调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想成立一个家公司 应该要有一个更庞大一点的动物 那鲸鱼其实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叫大白鲸 最早其实叫大白鲸 然后后来又再一想 其实我们公司是因为开源而生的 所以因为开源了Dolphin Schedule 开源了包括现在在去做的数据集成的Citano 其实我们都是因为开源而生 所以开源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基因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名字合在一起 就叫白鲸开源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好谢谢立东 所以我也其实也挺好奇 怎么从海豚到白鲸了 原来是长大的一个意思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需要一些产品矩阵 才能够把 我公司其实是做Dolphin 其实是做数据生命周期的处理和治理 这么一个它需要很多这个产品矩阵 才能够形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动物 来体现一下 好 所以家里还有补充吗 那个刚才讲了讲这个公司Timecode的这个名字 再补充补充项目的名字 其实最开始我们去做这个10亿数据库 我们是从一个这个10亿数据文件格式来开始做的 那么其实我们观察到从设备 或者到边缘网关再到云端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事物能够贯穿整个端变运的这样一个场景呢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压缩高效的一个文件格式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采用了一个叫时间序列文件格式 英文就叫tsfile time seriesfile 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后来在做这个处理库引擎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呢 也就基于这个文件格式开始想名字 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一把名字叫tsfildb 但是感觉tsfildb呢 就不太有这个特点 所以后来又去想叫什么derta dbi 但是最后还是为了关注到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域 就是这个工业互联网的领域 或者互联网的这个场景 所以最后还是感觉直接一点 直白一点 就是叫iot dbi 前面是互联网 后面是dbi 这样一个名字就赞生 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的名字的发展史 好 多谢多谢 可能最后也就是time call 成了唯一一个 白京也是 白京开源也是 就是跟项目名字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的一个公司名字 好 那这个话题 可能最后我们会剪成一个彩蛋 放到这个panel的最后 因为这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聊天了 那么接下来进入主题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阿帕奇有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顶顶大名的项目 然后其实我们的各个项目也是经过了这个 一定时期的这样一个成长和发展 最终成为顶级项目 摘得了阿帕奇顶级项目这样一个称号 这也是对各位去所在的这个社区和项目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多样性和一个健康度的一个认可 那我们知道 那所以大家其实对阿帕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是抱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希望的 那么说那阿帕奇这样一个项目的title会对商业化 到底会会有多大的帮助 以及会不会对商业化产生一些掣肘呢 这件事情是可能我相信会很多人都会比较关心和困惑的一个事情 所以希望那借着这样一个话题跟各位聊一聊 那我们还是先依次大家去说一说 然后各位中间如果有对别人的观点 有一些这个这个 复义或者是一些觉得有一些想去讨论一下的 也可以随时的去说哈 好吧 那就还从文明开始 OK 我觉得其实我们APSIC可能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因为大部分阿帕奇的项目其实是在成为顶级项目之后 有非常多公司使用 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之后才去做商业化的 对 所以它的这个阶段会不一样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APSIC这个项目肯定是对于有更多的早期用户 有更多的企业去使用 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而且在可能在前面这个项目从诞生到成顶级项目 可能诞生四五年的时候都不用关心商业化的事 他只用做开源这一件事就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APSIC肯定基金会这个品牌对他来说 这个项目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然后当你有非常多的开源用户之后 我再成立商业二公司去把一些开源用户再去做转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程 但是对APSIC或者APSIC来说 它的商业化和开源从第一天就是并行的再往前推的 所以就会像像那个向东刚才提到的 就是会有一些掣肘 所以因为当你要做商业化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APSIC这家公司的存在 他只看到了APSIC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我的开源项目也没有那么快的去成熟 没有那么多早期的开源用户 那我这时候商业化其实就有那么一点基础 还不够的 还不够后 我这时候做商业化其实也会比较难 对而且在APSIC里边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在APSIC和APSIC的各个的频道网站 去做商业化的 转换的 就是APSIC是不能在APSIC的各种平台上露出的 对所以你不能像一些开源商业化公司一样 我直接在我的开源项目上就带了一个商业公司的logo 或者一个跳转的地址过来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看上去 其实阿法奇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键 你要掌握好这个平衡 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就是开源项目很成功 但是商业化做不起来 对 这是我们这边去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感谢文明 不过刚才说的这个APSIC 不能我们不能在这个我们的开源项目中做露出 我想这既是对我们的一些约束 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能让大家更加的 让用户们更加的放心 那其实不管我们商业化会怎么走 我们的开源社区一定还是完全中立的在持续的健康发展 我想应该会其实确实像你说也会有双刃键 对 亮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 Sharing Sphere正好和刚才文明说的APSIC 其实是一个相反的状况 因为Sharing Sphere它从开源的5年之内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商业化的事情 然后之前是在Downdon 然后后来在京东 然后在APSIC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从孵化期到毕业 甚至在毕业之后的一年 其实都是在京东 然后当时的这5年里边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商业化 所以说用户其实用的非常的多 然后对Sharing Sphere的一些认知 其实也是一个开源的免费的中立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APSIC的 开头对这个开源项目本身的加成 因为它天生是中立的 它不会说让别人不想去贡献 因为如果是一个公司的项目 是一个个人的项目 如果哪一天公司关掉了 然后或者项目直接闭源了 然后大家的贡献其实又都没有了 那么一个APSIC的项目几乎不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说 它其实是好事 所以所以一个好的项目 一个稳定的项目 然后它去进行商业化 这个肯定是帮助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做infra这样的一个公司 然后做infra的公司 我们都是2B 最重要的一定是产品的能力 一般2B的方式和2C肯定是不一样 2C肯定是先做广 然后铺开了 然后再去慢慢的去做墙 那2B一定是先做墙才能去做广 因为2B一旦砸了招牌 可能很难再去让市场去为这个项目 再去有一些信任吧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 其实基金会对于开源项目 然后尤其是对于像Sharling Superior这样的项目 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然后话说回来 当我们进行商业化以后 它会不会有一些掣肘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看怎么看 然后如果我们像普通的商业项目 一样 然后我们觉得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付费的 然后付费才能看得到 付费才能去用 所以说它的转化率可能是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零 因为它就是用或者不用 但是用一个开源项目 它可能转化率就会变成一半一半 对吧 我有可能用了 但是我确实用的开源 所以说开源项目可能会变成 本身要做商业化的项目的唯一的对手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情是不是割裂的 是不是在做开源的时候满足了自己的情怀 但是在去做商业的时候觉得 我在做自己情怀的时候 好像把自己的商业化的路径堵死了一些 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去看 就是开源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用户的漏斗 然后最终的用户漏斗 漏下来有价值的用户 他是会做商业 然后一些纯粹去用开源的企业用户 他就去用开源 实际上去用商业的企业 比一个商业的用户要多很多 因为在你的销售去敲你的客户的门之前 然后客户可能一定要把COC跑好了 对吧 你的实时成本其实会大幅度的降低 然后用户的心智其实会无限的倾向于这边 然后成本降低 然后包括我们的实时部署的成本也在降低 因为开源的东西就是一个标准 大家只要用了 那么他们就愿意用这种开源的方式去用 我们的商业产品和开源一定要有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 那用户一定是只有特别love这个项目 他才会付钱 那正常情况只要能用开源 他都会不用 那么这个区别的度就很明显 就是说哪些项目是商业该去做的 哪些功能是商业该去做的 哪些功能是社区该去做的 社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极客狂欢的乐园 然后商业的项目 他一定是满足了企业 比如说要做各种各样的加密 要做各种各样的权限 要去对接各种企业的系统 要去做更好的 更极致化的可观察性的运维 这些东西都未必要在开源里去做 但是都是商业项目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从这点上去看 我觉得阿帕奇的这个title 反而是帮助我们去把商业计划 梳理清楚的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因为如果梳理不清 用户就都用开源了 所以说我们好好想清楚到底哪些开源哪些商业 然后让开源的人用得放心 然后让商业的人觉得用得无有所知 这个是我大致的看了 好谢谢两个 刚才你这边的回答 其实让我找到几个问题点 一会咱们再深度的去聊 立东 开源 其实在中国 其实大家都是在做开源商业化 首先其实是开源商业化 首先其实是开源 有阿帕奇这个品牌 远比能进入到阿帕奇 阿帕奇基金会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它其实对商业化 其实有很大的品牌的效应 比如说你这个项目 一旦成为阿帕奇底庇项目 首先你找投资什么的 投资人就会直接找上门来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 其实你在阿帕奇这个呼化的过程 就意味着你学习了一遍 怎么去做开源 那其实是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每位小伙伴 都会对阿帕奇怎么去发版 尤其是第一次发版 印象极其的深刻 那其实就是让大家 怎么去做开源合规 怎么去遵守这个license 另外一个其实是 学习阿帕奇位的这种 就说你这项目 在从孵化一直到毕业的过程中 其实你都每天都要去思考一下 阿帕奇为什么提倡了 社区大约代码和人人平等 以及一步沟通等开源文化的思想 这个其实对我们做开源商业化 比如说你后续做了商业化 其实你也是要去不停的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崇尚这个社区大约代码 以及一步沟通 那其实你做了商业之后 其实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小伙伴 遍布于全球 那你其实一步沟通 就是你绕不过去的 这样一个门槛 所以在及早的 在阿帕奇复化的过程中 你就学习了邮件沟通 学会了一步沟通 这对你后续做商业化 开公司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因为这个你进阿帕奇项目 进阿帕奇复化器本身非常难 所以你找用户找贡献的 就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都是由于阿帕奇品牌的 这个加成很大程度上 会让这个孵化的这个过程 会更顺利一些 这个是说到这个扯轴吧 其实我感觉最大的可能是 阿帕奇的这个license 阿帕奇的license还是非常宽松的 就包括你声明一下 我用了这个开源的项目 这也是为什么后续 后来像Electry Search和MongoDB 都改了这个开源的协议 所以这个也是你在做 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是要考虑的 那这个为了防止一些 比如说像云产商能够 包括一些比如说 就是说做白条这种 这种公司 他们这个license会有一些 车轴吧 另外一个其实我考虑到 其实是车轴的因素 是因为你在社区里 会有更 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角色 那在阿帕奇项目里边 其实只有三种角色 大概就三种 就是Contributor Committer和PMC 那其实比如说像一些 步道师这样的一些角色 像一些产品经理 像一些能够帮你组织活动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 能够帮助这个社区更好的去发展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title 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他会有更多的角色 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对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吧 好谢谢李东 那嘉琳 好这个大家一听到这个阿帕奇顶级项目 可能立马就想到了 这个阿帕奇比如Spark Copca Flink等等这些 大家平时用的很多的 可能大家在这个简历上 都会遇到很多 这个这个技术站 我出去这个Spark Flink等等 他的不管是贡献者 还是用户 包括这个使用的公司 其实都是非常广泛的 那大家也就形成了一个概念 就是阿帕奇的这个顶级项目 他的质量 或者说社区 都是非常有优质的 那么同样的 一个项目能够 进入到阿帕奇金会 并且经过他的这个 长时间的孵化 这个开源的指导 最后成为一个顶级项目 一定说明 他经历了阿帕奇的 这样一个孵化的流程 所以而且说明 他的这个社区 也达到了一个能够资质 并且能够正常的去 往前发展的一个 这个轨迹上面来 所以这样来说 阿帕奇项目 本身是对一个 项目的一个认可 就像你达到了一个 博士毕业证书一样 那么这样一个顶级项目 其实能够 为这个项目 引来更多的这个贡献者 因为像阿帕奇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 商业友好的一个Lessence 所以会有更多的公司 来参与到这个 项目的开发里来 并且在做一些 内部的发行板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而且阿帕奇 也比较鼓励 这样事情发生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阿帕奇顶级项目 不仅能够吸引贡献者 连引方面 他也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 因为用户也是 出了这个招牌来的 但是呢 阿帕奇顶级项目 这个招牌并不意味着 这些贡献者或者用户 来看到你项目之后 就会来贡献 或者就会来使用 而接下来还要考虑 考虑这个社区的 是不是有魅力 是不是能够 把这些贡献者给留下来 或者说是这个项目 是不是有价值 能够把这些用户给留下来 这是这个项目 这个内核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 那么关于撤肘 其实东哥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一些项目 可能由于这个云场上的 这些几些败表可能去改了一些license 来去满足这个商业的一些 这个想法 但其实阿帕奇项目 大家都是不能改license的 我们都是阿帕奇的license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 一方面它有一些掣肘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它更提倡这个阿帕奇的项目 它是一个上游的分支 那么它其实允许这个下游 不只出现一个上游化公司的 像在LTTB社区 这个像国内的一些大产 比如华为阿里360 用有专国信等等 一些做工业互联网的这些公司 他们在去搭建自己的 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时候 都会去选择LTTB来去 作为这样一个核心的组件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会有一个团队 来全世界的投入到 这个社区的研发过程中 那同样的 这个社区内部 的这些贡献者自发 形成了一个这个上游化公司 TIMCO 这其实也是对整个社区的 一个大的增议 就是这个社区能孵化出来的 这些上游化公司越多 其实是对这个社区 大家对这个社区的认可度 也就越多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license不能改 一方面也让我们坚定了 就是做开业项目 就是坚定了这个发展路线 就是我们不会去 去轻易的去改这个license 而是一直就坚定了 我们必须是最开放 最透明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 这也对我们这个 一时而中的这个 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规范作用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 谢谢佳琳 其实从各位的回答中 也可以看到开源文化和开源精神 也都深入到了各位的这个言行当中 那我想这也是 我们说不管是用户也好 还是这个投资机构也好 他们会看到 我们是来自阿帕奇的项目 就对我们制作真开源 而不是 比如说不是拿别的代码 随便封装一下 改一改啊等等的 而是这样一个 一个披着外衣的一个开源 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背书吧 我想这也是我们 这也是我们蛮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刚才其实 在这个温明跟亮哥 再去回答的时候 一个说了 其实是先 我有一个公司 然后把产品去做了开源 然后Shanes Fair呢 则坚持了五六年之后 才决定了 去做商业化 那其实像IOTDB 也是在实验室和进行 在实验室做开源的时候 其实算起来也有五六年了 那最终才 才软起来一个这样的商业化的公司 那白京呢 就是Dolphin Schedule 可能是从整个来看 可能时间稍微短一些 但是最终也选择了 在去年这样一个实验点 做了开源 所以各位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听听各位的这个看法 第一是 一个项目什么时候 一个开源项目 各位觉得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更适合进入到商业化的状态 或者一个商业化公司里面 在什么情况下 它的产品需要做开源 那开源和商业化之间 最后一旦 一旦同时有了开源和商业化之后 它们之间 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是不是存在一些对立面 可以想听一听各位的这个见解 温明 还是从这边 OK 我觉得我和大家大部分人的回答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做开源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最终的商业化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先成立公司 然后去做这个看预项目 然后把它捐给阿发奇 我们把它捐给阿发奇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能让全球更多的开发者和公司去使用 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企业的基础 然后在上面做我们的企业版 靠的服务 然后去实现商业公司上的价值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商业上的价值去的 对 你可以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的纯粹的开源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开源社区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东西分的特别的清楚 就是在阿发奇的community 在阿发奇的APS这个项目里面去 我们会遵循阿发奇的规则 在商业公司里面我们有一套商业公司的规则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出发点会不太一样 但是最终的话还是能够一起去为开源项目 给阿发奇基金会给更多的企业做 或者是这样的开发者去能够做很多的contribution 对我觉得和大部分的阿发奇的项目的路线是不太一样 好感谢文明 这个非常的真诚 直接把这个没有任何的藏着掖着 当然这样一个目的和 我相信正是因为把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 所以我们去真的去做开源的时候 才能把我们动作做得非常标准 这部分就是真的是为了开源的 那这部分就不会去加藏私货 那部分做商业化的 那我就一心一意为客户服务 对就像刚才亮哥提到一样 就是你要区分好 我开源上是怎么样去引导大家 然后我的企业板又要加什么样一些功能 对这两个其实你是不能 就比如说你不能把一些应该开源的 一些很核心的功能放到我的企业板 对但是你也不能把一些企业板才需要的东西你放到开源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大家 然后身份都会有一些转换 然后我们应该都叫企业家 对吧 既然是一个企业家 他就要为公司去负责 然后如果公司倒了开源项目大概率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也许他还能继续走 但是他失去了一个商业公司的支撑 尤其是主要开发者都在的一个商业公司 那么他肯定发展也不会好嘛 所以说我们把公司做好 也是为了这个开源项目好 那么公司做好就一定要商业化 所以说我的看法也是 当我们把开源去商业化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商业化 因为它是一切能坚持下去的基石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开源不重要 然后其实刚才立东也提到过社区优于代码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标准的开源项目来说 社区优于代码是没错的 但是当我们进行了身份转换 然后把这个开源项目当成了一个商业项目的基石的时候 我想把这个词改一下 虽然说也许有一些争议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会这么看 就是社区等于代码 它并不优于代码 因为社区优于代码的情况 开放就是说我们可以开放去讨论 我们可以吸纳各种激进的各种的东西 但是它的质量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波及 但是当它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是一个商业项目的基石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代码的要求还很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开源项目 其实大家选择它不是因为它pr有多么的好 merge进去 或者说它多么的活跃 一定是因为它最终的质量会很好 然后用起来没有各种问题 没有安全问题 没有断更的问题 然后它解决的也是一个目前的主要的主要的问题 它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一个成熟的开源项目 它最终一定是社区等于代码 我们一定是要让优秀的代码进来 然后要让那种深思熟虑的代码进来 所以说Sharding Sphere它的一个数据 其实看起来还挺惊人的 就是它的代码量大概应该有100万行左右 但是我一个人应该就提了八九百万行代码 所以说再加上其他人其实提的很多 所以说它的代码采用率绝对不及二十分之一 它是大量的去删 大量的去增 大量的去重构导致的 然后刚才其实向东也问了 就是什么样的项目适合开源 在什么样的阶段适合开源 然后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因为这个项目它很有可能是面向LT的 面向数据库的 面向网关的 它各个领域都不同 但是从一个质量上面来说 就是它要千锤百列 才能具备商业化的可能 所以这一点上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活跃的社区 但是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产品 是想去做的 所以说现在的Sharian Secure 它上边会有五六十个get hub action 然后每提交一行代码 所有的get hub action都要跑 这个其实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的自动化测试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质量去把控住 然后甚至代码的入口要把控住 证明这行代码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改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设计的小技巧 比如说Sharian Secure 它面向可插拔 它有它自己的稳定的内核 比如说分片 这个功能已经相对稳定了 它也有自己的实验性的产品 比如说Seql翻译 它可以把买Seql翻译成PG 这个代码还没有被商用 那这样的代码可能把控就会低一点 因为我们想 就是大家一起去共进 吸引更多的开发者一起去共建 反正现在还不会商业化 然后当然商业化 这块肯定也是开源的 只不过是它足够成熟以后 可能会提供更好的2B的服务 但是一些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内核 比如说分片 那么这种代码的审查力度 肯定会不一样的 然后进来的任何一项代码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这是我大致的一些看法 好 多谢亮哥 利东 我是比较同意这个亮哥的说法的 其实以及文明也是非常同意的 其实就是你从开源 成立一家开源商业的公司 其实你是要为商业负责的 那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阶段开始做商业 其实我的思考其实是 当你的开源比如说像 Dolphin Skydler 它一开始只有很少的人去用 慢慢的它成为中国十分流行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 一般的分享里边会说 当你的开源成为一个 事实标准的时候 你去做 是你比较适合去做商业的一个时候 那到现在其实Dolphin Skydler 我现在还不能说它是一个标准 但是它已经在中国 十分的流行了 那我们其实所以在 其实我们也做了大概五六年了 从一开始Coding到最后的 19年的开源到成立顶级项目 到成立公司 其实也有五六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五六年的时间 其实是 其实也经历了蛮久的时间 蛮久的迭代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它成为一个 即将成为一个标准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是做商业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可能跟亮哥 可能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们是OpenCode 所以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功能 还是比较倾向于去先放在开源里滚 那事实上我们大概 百分之六七十的feature 都来自于开源的贡献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会在 会比较倾向于先在开源里滚 当它滚的比较成熟了之后 会把它放在商业的这个版本里 那我们其实商业版更多的是企业级的配線 像亮哥提到的是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 把它或者文明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功能 那你放在开源里 其实可能也不合适 那比如说我们会加一些金融 比如说针对金融企业 会有金融的比如说翻牌 日期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的 那这个其实是企业级的功能 我们会放在商业版里 那当然商业版会为了这个像调度 它非常关注于稳定性 关注于性能 那我们在稳定性和性能上 肯定投入了 投入的精力要比开源版要多得多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开源和商业的一些这个思考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一直认为 开源和商业是不冲突的 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里边 那我们一开始在做一些开源的时候 其实是吸取了广大的 广大的贡献者的或者用户的力量 去把它逐步滚雪球一样滚成了一个标准 然后慢慢的去做了商业 当我们有了商业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多的小伙伴和精力 去投入到开源中来 其实我们开源和开源版和商业版的 靠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商业版是依赖一个开源的靠 所以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团队 我们没有把开源团队和商业团队 比如说我知道很多开源商业化的公司 是把开源的团队和商业的小伙伴 分成的是两拨人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们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开源和商业其实是一拨人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知道 有更多普世性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去做的一些事情 好 谢谢李董 嘉莲 这里先分享一下我对开源社区的 这个贡献者的一些看法 随着最近这个中国开始提倡开源 没有很多的这些同学或者学生 包括本科生研究生 或者一些这个个人贡献者 来参与到这些开源社区的 这些代码贡献里面了 那最后我们会发现 凡是这些背后没有商业公司支撑的 或者说没有人为他们的这个社区贡献 来付费的 那么他们的贡献一定不会特别长久 可能放了暑假来贡献两三个月 可能放了行家来贡献两三个月 那么你到这个学校或者公司 比较忙的时候 他们这个社区贡献可能就会 这个打折扣 所以一个这个开源社区 他如果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输入 如果他有bug能够及时去解 那么他一定会有一拨人 而这一拨人呢 他的全职工作就是在维护这个社区的 这个项目 所以就是长期或者活跃 活跃的者来参与这个社区的 一定是背后有一个商业化公司来去支撑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概念吧 这我总结出来了 那第二个就是商业什么时候 从开源走向商业 那么其实我感觉就是 任何一个开源的社区 你说他一直在这个开源领域在去成长 那么这时候用户会不断的变多 那用户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社区除了我去提交衣服能够给我反馈 或者发邮件能够给我反馈 那么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得到一些更专业的服务 比如我现在这个系统出现故障了 能不能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时事团队 来给我帮我解答问题 其实开源社区是并不保证这些服务的 那所以一个开源的项目 如果想要在更多的这个用户 这边得到更广泛的一个部署 或者说更大规模的一个使用 那么其实一个更专业的商业化的团队是必须需要的 所以第二个观点就是 就是商业化一定是一个开源项目 最终走向成功的一个必然的发展产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开源项目 它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最后都会运营出来一个 这个开源项目本身的这个出发团队 来创立的这样一个商业公司 就像IoTDB的这个出发公司这个Timeco一样 那么说到IoTDB的这个商业化 我们是从大概也是做了四五年的时间吧 才开始出现这样一个公司的 我们在这四五年的时间里 除了完成这个前期的产品的这个打磨 或者发布第一个版本之后 其实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用户的 一些上线的一些真正实践的验证 这个其实就包括比如说给这个上海地铁 做这个应用 包括给打赏电力在各个电厂 包括给这个 包括一些车厂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经过一些很实践的一些检验的 那么经过这些用户的检验之后 这个产品才有更多的这个大范围推广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做商业化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好 谢谢 好 谢谢嘉琳 今天不愧是一个这个大部分都是CEO的一个厂 今天还是爆出来蛮多的金句 提到了说开源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商业化 那这个也是很纯粹也是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思路 以及把公司做好也是为了开源好 这个这句话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然后刚才其实也包括提到说商业化 其实它它可能是开源项目的一个必然产物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很受启发的 确实商业化其实并不一定是开源的一个一个一个队里面 它可能更好的是帮助我们的开源社区 让它能更健康和更持久的去成长起来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刚才提到其实咱们大家也都提到了 我们有对应的开源的开源 有这样一个开源社区在持续的有人在去做贡献 一些最核心的代码 我们会花更大的人力去做review 或者有一些像金融啊等等的一些场景下 有一些特殊的facial是开源用户不会用到的 那我们说我们公司这样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公司 他的开发团队和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贡献者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贡献者 也可能是外部的其他的用户公司的贡献者 那大家是平时在怎么样去做一个联动呢 联动的开发或者交流的模式 比如说信息的互通怎么互通啊 我公司里面在做的事情 要不要跟社区里面招呼一声 让社区里面不要在这方面做重复的工作呀 任务分配呀 这一些设计上的讨论啊 会不会和没有商业化之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其实想听一听各位实际在操作的过程中 这一块怎么操作的 我们还从文明这边开始吧 OK 其实我们会分的比较清楚一些 像 地东那边 你们没有把开源和商业化团队分开吗 都是一个大的team 然后我们这边是分开的 就是有一个开源的team 有一个商业化的团队 所以他从就是我做开源团队的人 其实只关心 开源的APSX上的一些 feature和用户的一些feedback 所以他们更多的工作 其实是在GitHub 在邮件列表上去完成的 对 当然他在公司内部也有 Gira在跟他们的任务 但是他们主要的经历是在GitHub和邮件列表 所以关于一些什么新功能的讨论啊 或者是开源项目的里程碑啊 这些都是在 主要是在公开的渠道上去完成的 对 然后企业用户的一些反馈 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加到企业版里边去 那么这个就是由商业化团队去做的 所以他们就和开源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他们只用是每一个月去看一下APSX的一些发版的变更 然后呢 每三个月要过一次APSX的内部的考试 然后来保证他们对开源是有follow的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是在公司里边是割裂开的 对 所以并不会存在说我混在一块 这个功能应该放开源还是放商业化 所以我们大概是这么样去做的 你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不问你嘴 那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 比如开源这边正在做的一个功能 其实商业化队伍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你是觉得这件事没关系 就放着它出现 还是说这种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开源团队 就是商业化团队要作为功能之前 会问一下开源团队 或者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开源的没有 那么他就会给开源提一个需求 开源觉得这个开源做不太合适 就会不会打回去 那么商业化团队就自己来做了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更像是 其实虽然是一个公司 但是这样对我还确实真的是 非常的敬畏分明 因为其实至少在我们看来 就是做开源的那拨人的 工作习惯和他们的画像 和做商业化的这拨人的画像会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做开源的人更享受的就是没有人打扰我 进入了一个非常享受的解决开源上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做商业化不一样 做商业化你要和用户去聊需求 然后你要去有非常紧急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你要给用户出解决方案或者是要on call什么之类的 他和开源的不一样你让开源的人去做这些事他可能就不愿意来这家公司了 好谢谢温明 对张亮 好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这边是和正好和温明和立东是一个中间点 就是说我们去确实从头就把这个任务或者说把这个产品本身分得很清楚 就是哪些东西该放开源 然后哪些东西该放商业 他是坑开的 但是我们是一拨人再去做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是因为毕竟做商业的人 因为商业Sphere会有一点特殊 它是一个可插拔的内核架构 然后无论做开源还是做商业 它的内核架构是不用变的 然后所以说开源也好商业也好 它是一拨人 因为他要理解可插拔的内核 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加 然后商业的能力是插件 是插到内核里边去的 然后开源其实也是一样 当然如果是内核能力的提升 一般都是放到开源里边去的 所以说是一拨人 然后去做两件事 对于开源 然后我们都是公开的 就是都是通过Github的因素去讨论 然后目前邮件列表其实已经用的不多了 因为Github对于工程师来说应该是更加的友好 所以说大量的讨论都是在Github 然后任务的分配所有的东西 然后都是完全公开的 然后公司自己那个人做的就会直接assign给公司的那个人 然后如果是希望社区能去做的 然后我们会有good first的因素 或者说good amateur因素 因为他可能不是很着急 是一个长线的 去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对Oracle有诉求 但是开源社区对Oracle没太多的 就是因为他是跟商业挂钩的 但是开源社区也想支持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放成good amateur因素 然后业余时间有开发者愿意做就做 还有一种叫good pro因素 然后也就是说稍微有一些难度的 然后可以由大家去认领 所以基本上大家所看到的Sharling Superior社区 会由这三种因素所组成 然后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认领它 所以说还相对有序 然后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开源相关的东西都是完全公开的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做安法级项目去起家的 然后商业功能因为已经完全剥离了 所以说商业功能在社区是看不到的 而且商业功能其实社区也没用 因为这些商业功能加到社区里边 开源项目就会变得臃肿 然后就会让不需要功能的人用起来就觉得别扭 所以这些其实它就是适合商业功能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我们大致的一个状态 然后都是一拨人 他们在相互的切换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独立的实施团队和独立的授钱团队 然后由授钱团队去收集客户的需求 然后会和工程师团队去碰 然后会有实施的团队最终去做交付 然后所以说研发本身还是大量的处理研发的事情 当然公司上小 然后有好多实施是有研发去做的 这个也没有办法 未来的话会有更专业的实施团队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让研发可以更加的专注的去做他们喜欢的开源 毕竟这个也是我们创建公司的一个初衷嘛 就是让更多喜欢做开源 喜欢把代码当成兴趣爱好的人能快乐的去工作 主要就是这些 好 谢谢亮哥 林总 文明和亮哥说的都很好 就是在考虑这个开业商业化的这块 其实我们也思考了挺多 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商业上的事情 其实目前是没有跟社区同步的 我相信大部分用户和贡献者 他们更关注调度制作 调度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真正去做商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壁垒做的更厚一些 所以我们在商业的这个版本上 包括我们本身是做DataOps DataOps其实有很多能力是架在这个调度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们在商业版上可能做的功能会更多 那产品当然也会更多一些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开源版那边 其实是为了保证这个调度 它有边界 它是做调度这个本身 那我们目前呢 开源和商业化 其实像亮哥一样 其实我们是没有分的 不跟文明那样 其实分得很清楚 那我们在考虑这个 其实也思考了挺长时间 就是开源和商业到底要不要分team 那其实我们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是没有分的 是一个也可能出在一个早期 有公司出来一个成立的一个早期 所以开源和商业是一个team 那所有的人都是在GitHub上进行协作的 包括我们的私有库也是在GitHub上 那我们去比如说开源和商业会在提出 在客户或者是在用户提到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这些会一起思考 包括这些因为是一个team 大家会考虑哪些是适合做在开源版的 哪些会放在开源商业里边 但是我们的开源版一定会做口子 有一个口子做成一个接口 是一个可插拔的 那开源版 比如说开源社区有小伙伴 他想实现一个 那没问题 你可以有开源版的实现 那我们商业版会有商业版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是最大程度的去避免开源和商业的分裂 当然了这个其实是会花团队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因为社区的贡献者 每天贡献的PR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是认为这个保持一些配合 其实能够更长久的去发展 那其实商业的繁荣 其实离不开开源社区的贡献 那我们其实也是回到那个话题上 其实我们是希望开源和商业是互促进的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谢谢 好 谢谢李董 嘉琳 好 我这边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也说过 LTTB这个社区除了有这样一个Temico 这样一个全是投入到这个社区的一个商业化公司 以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大厂的商业化的一些团队 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小的team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本身LTTB社区就是可以理解为多家商业化公司 来去一同维护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对于一个数据库来说 它本身内核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或者所有的大家做商业版都要依通于这个内核 所以关于这个内核的改动 我们通常都会把它进行一个开源 而且开源之前会跟各个公司的这些同事 来去进行一些讨论和交流 那么除此之外内核的一些优化 包括周边的一些常用工具 这些可能大家发现有的可能有些功能 放在商业版也行 放在开源版也行 那这个时候大家一讨论 发现很多公司都想把它都需要有这个功能 那么结束好了 那就放在开源版里也就行了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 可能是各个公司在内部 在去应对自己客户的时候 就是往往开源版可能有一个实现 但是商业版呢 往往还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实现 包括在稳定性能或者性能上有一些 在针对特定领域的一些优化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 大家并没有往开源版里再去同一个放 而是在开源版里 就像这个立东哥刚才说的 在开源版里维护了一个框架 或者一个接口 这样的话开源版有一个简单的实现 然后商业版又有一个不同的实现 那么这样来说 这个这样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数据库 它其实会有多种的可配置的一个像 那么这也就让这个商业化团队来去调优 这个数据库带来了更多的这个价值点 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更愿意为这个商业化去买单 我们现在社区里面再去讨论艺术 还是以这个Gira来为主 就要他们做一些这个艺术的分配 包括Spring等等 那么邮件列表呢 更多的是用来去同步这个一个大的功能的 这个发布 或者说这个设计文档写出来了之后 跟大家说一下我怎么做这个功能 看看有没有重复的 这样的话 如果大家有相同的这样一个目标 就可以一起来做了 通常是这样一个协作状态 我这边就分享一下 好谢谢嘉宁 其实刚才各位都提到了说 我们自己其实会有一些额外的飞锹 或者是一些更好的性能 再早一些 其实那个张亮前面也分享到说 我们可能我们销售区到用户侧的时候 发现其实用户那边POC都已经做好 那其实我这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说用户他都已经把POC做好了 那是不是就大概率意味着你要给他 就我们手里那些商业化的feature 可能对他来讲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否则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自己拿去做POC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很重要的功能 拿去当商业化的feature 会不会使得我们开源版的功能缺失太严重 从而导致别人也许一些人在一开始选型的时候说 这个开源的这个项目 他缺了什么什么什么功能 他可能不知道商业化里面带这个功能 就是他又选了另外一条产品 或者一条技术线 不知道这里各位能不能简短的说一下 还是怎么权衡或者是实操的 要不我先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好的能够权衡好这一块 怎么来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说 只要能放开源的话 我们就尽量放开源 但是有一些公司是说 我能放商业化版本就放商业化版本 因为我一旦开源就不可能再避原了 对吧 我先放商业化版本是比较安全的 我先放在商业化版本 然后我看的情况 我再逐步的去开源 但是对APSX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会比较多 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 还是云厂商的 其实竞争会比较多 对我们来说 我对于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或者是在一直在往前追的一个 一个开源项目来说 我们更希望的是先开源出去 然后只要并不是一些 反正我们现在是 就算很核心的功能 很硬核的东西 我们也都是往开源上放 对这样的话 别人才知道 你和别人的差异化是很明显 他才有可能会选你 而且从我们的一些付费用户的反馈来说 大家也不会因为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开源 而是必源 而选择付费或者不付费 就是如果他不愿意付费 比如说像一些互联网公司 他不愿意付费 那么你功能再强 他也或者是功能再弱 他其实也不会去付费 对就是他的付费点 不会在于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开源的 对于一些金融用户来说 就算你是 必源产品 或者是开源产品 他也不关心 他要的就是说 出了任何的故障 你要能帮一个 有一个商业公司来给我兜底 或者是叫背锅 他其实是一个 买的是个保险 对所以他也不关心 你的代码是开源还是必源 所以反正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能放开源就放开源上去 对反正我的项目在不断的向前迭代 我肯定有那么可能过一两年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开的多了 那我后面的功能再放 再放到商业版本里面去 其实也来得及 对 好 谢谢文明 张亮 好的 然后呢 因为2B和2C不一样 其实2B从来都不是免费的逻辑 然后呢如果这家企业它本来就想用免费的商业版 然后呢那个免费的开源版 它无论商业的功能有多强 就像刚才文明说了 它都不会付费 然后呢 对于一个本身就是有付费医院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用户 他其实不在乎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内核级别的东西都是要开源 因为开源的战场其实很残酷 它不像商业公司 商业公司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 大家都会选 而开源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因为开源可以免费用 然后呢谁会用第二呢 所以说它一定是要把自己的浑身的解数 然后呢所有的内核的能力 性能稳定性 然后都在开源里边去提供 这样的话才能获得用户的青睐 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 然后呢 SharingSphere所在的领域可能也会有一些特殊吧 因为SharingSphere所在的领域是数据库的这个领域 然后数据库呢就会分成两大流派 一个流派是用开源的流派 比如说MySQL PostgreSQL这样的流派 然后呢不代表他们不付费 但是呢也有可能会不付费 然后还有一种流派就是一定是用商业的流派 比如说用db2的用oracle的用国内的信创 那么呢一些用信创的用oracle的他们肯定天然就是要付费的 所以对于SharingSphere来说 对商业数据库的支持都是在商业版里边 然后呢对开源数据库的支持都在开源版 这样呢一般的一个企业他不会没有MySQL的 他一定会有的 所以说他的poc觉得用MySQL用的还不错 然后再去用比如说在更重量级的系统 比如说oracle比如说db2 然后呢再迁到320系统的商业版其实是很顺其自然的 好谢谢 谢谢两个这个思路也很清楚啊 李东 刚才提到的那个poc其实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过程啊 其实poc利益承担感觉还变数还非常多啊 像我们其实很早期其实有 有些已经在用到WinSchedule 他也在去啊甚至那个poc的那个整个案例 我们一大堆的测试啊测试的案例都是他们帮写的 然后呃真正的到他去能够承担 那是还是差的还是非常远呢 他只是说我大概率会 甚至他已经在生产上用了 但是他规定会为这个商业去付费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是有有有看力的 所以这个是呃需要去其实还是呃有挺长的过程 那包括我们最近有一些这个承担 那其实是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比呃 比同类的商商商商产品做的更好 所以这个才会能够真正的去打动这个客户 包括我们的一些啊服务也会比要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啊一些早期的客户上 这个才能有助于你能够把这个单子给拿下来 好谢谢 好谢谢 我分享两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背景头像 后面是一个一个的圈 其实出去库也是类似的 中间的这那块是最里面的圈 然后周边有一些功能或者工具 对外面的圈 然后我们可能在去打一些这个单子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场景的需求 那这些可能就属于旁边的这些小的一些线 就是有间断的线 所以开源和这个商业版的这些功能的选取 哪些开源或者哪些闭源 其实就跟这个层一层的圈比较类似 最核心的一定是开源的 那么越往外他开源的这个概率越小 因为并不是所有开源的人都会用到他 但是对于商业化来说 你说只有一个开源的产品 能不能满足商业化的这个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这个产品 或者公司在去选行的时候 他不仅需要对数据部有能读或者能写的能力 因为这个来说是数据部的一个内核的能力 但是他还对数据部有更多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这个一些加密 或者一些更不达场景的一些建模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商业化的一些一些诉求 那么这些功能就比较适合放在商业版里 那么第二个就是开源版和商业版的一个功能的区分 就是什么是商业版 我们把开源版的这个版本进行一些这个调优或者优化 能不能称作商业版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因为商业版不仅包括这个代码的一些运行 还包括这个更专业的服务的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其实就保证这个软件可能在开源的这个场景 在你的这个实际场景里面 它的运行不是那么的高效 但是我根据我的这个经验给你调 它就能在你的这个场景里发挥最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就是商业的一个价值点 那么这也就是这个这个做开源项目的这些原厂团队 来去成立商业化公司的一个优势吧 就是能够它是对这个项目是最了解的 所以它能够提供最优势的原厂服务 所以这也是这个做商业化的一个可以最大的一个价值点 好 谢谢嘉琳 感谢各位这个刚才对刚才问题的回答 其实大家思路也都很清晰 不管是我们是付费是为了保险 还是付费是为了本身 它对某些需求本身就是一个付费的用户 而不是一个免费的用户 还是说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功能 还是说我们能付费版能提供更强的稳定性和性能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围绕着一个开源项目 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用户愿意买单的一个点在这里面的 好 因为今天的时间也有限 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做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可能在别的panel上都不太能听到的一些 我觉得是真话和实话 那这个也是很有 这也是阿帕奇的一个开源的一个精神的体现吧 那到最后呢 我也希望看各位其实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心血和精力 在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商业化的公司上 那也希望看各位最后给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这个公司 来说一个祝愿或者一个祝福或者一个愿景 好吧 还从温敦明开始吧 OK 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人过来吧 所以其实不管是开源社区还是商业公司 我觉得人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招最优秀的人 对然后我们除了把API6代码开放之外 其实我们把我们公司内部很多运作的一些东西也开放出来 我们把我们自己公司的handbook也开源出来了 就在handbook API7.AI那个网站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打造一个 类似于像API7基金会一个公开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氛围 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进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对开源商业化公司感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和我们这里面的几个嘉宾的商业公司去聊一聊 我觉得其实做开源商业化在中国还是非常有前途的 对我希望更多有优秀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些公司里面来 好 谢谢文明 张亮 好的 然后我希望社区 开源社区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公正的公平的公开的 然后让所有的愿意去参与它的工程师 或者说愿意去参与它的社区的致力于开源的人 然后都能有渠道去参与 而且这些渠道永远不会被关闭掉 这些也是我们这些商业公司所存在的价值 他们去保证了开源社区的活跃度 所以说希望开源社区能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也同时希望那些它不仅仅是用开源 它可能会用商业 让一些企业能找到他们满意的服务 那么在找满意的服务的时候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样的商业公司去聊聊去看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张亮 立东 那我这个跟文明就非常像了 其实我们在公司在成立这个还是非常早期 其实到现在才成立了有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其实也是对人才 尤其是对大数据机制设施在里边的领域 这包括各种基建吧 就是非常感兴趣的小伙伴能够加入进来 我们其实在也是在做数据同步引擎的一些靠一些核心 那特别需要一些公关的人才能够能够加入 那这个是对人才的一个苛求啊 其实非常的渴望有一些厉害的高手能够加入进来 另外我也坚信中国的开源已经能够成功 在座的小伙伴们其实都是做开源商业化的公司 那其实我一直希望中国的开源也能像美国 像海外的这些公司有很多百亿啊 甚至千亿美金的公司能够诞生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开源商业化的希望 能够更好 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开源开源中来 那我其实有一句话总结 就是立足中国 贡献全球 谢谢 好谢谢李董 嘉琳 好的 这个因为IoTTP社区现在有不止一家商业化公司来去做 所以如果选择一个这个开源的实际数据库的话 那么IoTTP一定是你贡献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那么Temco这个商业化公司其实更年轻 可能成立刚半年的时间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如果对开源商业化感兴趣 并且希望成为一个开源的基础设施的工程师 能够为这个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IoTTP的这个贡献上面来 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下方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谢谢李董 好感谢嘉琳 感谢各位 可以看到各位最后做祝福的时候都不担心这个什么融资啊 钱啊的事情 唯一关注的就是人才 所以这里可以看21世纪最贵的就是人才 好那感谢各位今天这个精彩分成的这个的分享 以及这个观点的这个碰撞 那今天呢我们也从各位的这个交流中呢 也了解了阿玛奇的这样的在国内的开源项目 他们形成一个开源的形成一个商业化的公司 是它的初衷是什么 它是怎么去运作的 它怎么进一步的去配合开源社区 让开源社区变得更好 那也看到了各位呢 其实都是也给 都是非常的这个渴求 这个有更多的人才去加入 那么也欢迎在 在这个听我们的这个会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感兴趣的 不管是对网关 对数据库 对对调度数据的治理 等等一系列的方向感兴趣的 这个观众们都可以加入到 相应的这样的社区 或者相应的这样公司团队中来 那我们希望这个感谢大家 也希望今后能在更多的地方 见到各位 以及见到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圆桌讨论就到这里了 好吧 谢谢各位 各位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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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